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娇阳伴我,肖战都市巨星高度,收视率见证演技实力。 台湾八大电视近日发布的一则战报,让两岸三的的剧迷们沸腾了由当红小生肖战主演的都市情感剧。 娇阳伴我在台湾地区的播出收视率创下了新高,一举夺得全台陆剧收视冠军的宝座。 这一成绩不仅是对娇阳伴我这部剧集本身的肯定,更是对肖战演技实力的一次有力证明。 娇阳伴我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,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肖战在剧中自然松弛的演技。 不同于以往偶像剧中的刻意雕琢,肖战在这部剧中呈现的是一个更加贴近生活,更为真实的角色形象。 他将角色的喜怒哀乐演绎得淋漓尽致,让人物仿佛就生活在我们身边。 没有丝毫的表演痕迹,这种接地气的表现力,正是都市生活剧最难得的魅力所在。 在《娇阳伴我》中,肖战饰演的角色经历了一系列生活中的起起伏伏,面对工作、爱情、家庭等多重压力。 他展现出了成熟男人的坚韧与温柔。 每一处细节处理,每一个微表情的转换,都透露出肖战深厚的演技功底。 他不仅能够准确把握角色的情感脉络,还能在平凡的生活场景中找到触动人心的瞬间,使得整个剧情充满了温暖与力量。 肖战的这次转型,无疑是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。 从古装剧中的翩翩公子,到都市剧中的平凡英雄。 他用实际行动向观众证明了自己的多面性和无限可能性。 更重要的是娇阳伴我的成功。 也让更多人意识到,好的都市生活剧,并不需要夸张的情节和华丽的包装。 真实,细腻的情感描绘,才是打动人心的关键。 台湾八大电视的收视战报,不仅仅是数字上的胜利, 它背后承载的是两岸观众对优质内容的共同追求。 肖战在《娇阳伴我》中的出色表现, 不仅为个人演艺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也为两岸文化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, 让更多的人通过这部剧,感受到了两岸文化的共鸣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我们有理由相信, 肖战将会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继续用他的才华和努力, 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。